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由萬通國際投庫林中祥為您製作的 標股及先鋒 今天大盤上漲了157點 很多投資朋友在這裡又傻眼 老師這個盤怎麼一枝再枕 我今天聽到一個消息 有某一位人士很有錢的 聽說他去放空長榮 空在100塊以內輸死了 然後他賺了很多的錢 光這一檔股票 現在已經快200 老師外資不是說上看200 我說我上看250 嘴巴講的每個人都會 老師那種不帶會員買 不要 五分鐘分盤交易我不要帶會員去賭 我帶會員去做穩賺的就好 對不對 老師過了160你是不是要退出股市 我也很想退出 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有會員在這裡要跟著我操作 尤其最近參加的會員那麼多 每一個都賺錢 對不對 老師你賺的沒有長榮多 對啦 長榮自己大股東他也不懂他自己股票為什麼會飆成這樣 長榮的員工股票有的已經偷賣了 這個都是後話這沒關係啦 那放空的 那楊先生輸死了 靠媒體賺了一些錢 但是聽說空長榮 輸了幾千萬 我不會去做這樣的傻事 好不好 各位我直接明講 我們帶會員就是要讓會員賺錢 而且是賺我們看得懂的錢 怎麼樣 你咬我 我們看得懂的錢我們來賺 賭博的事情我們不做 老師你看得懂什麼 4961的天譽 你有沒有加入我的太太怪 W1788標古級先鋒 我昨天就把天譽今天的最高點會漲到哪裡 拿太怪出來對好不好 拿太怪出來對好不好 我拜託你拿出來對好不好 我說今天的天譽 在這裡會漲到308到312 老師真的漲到311.5就過不去了就下來了 對不對 漲到311.5沒過就下來了 老師今天308也沒過收307.5 今天均價限是在307.29 收307.5 水啦 那明天 明天天譽會攻到多少 會不會漲停板 你一定要知道對不對 對不對 好各位 W1788標古級先鋒 我告訴你對不對 我告訴你嘛 我都事先寫的 浴創漲停板前一天 我也事先寫會漲停 好 老師 你那個浴創人家說很爛 爛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今天那個 葉先生 他今天 昨天最低是281 嘛 對不對 他今天很厲害 他這裡沒動 他掛281買 288出 281買 288出 288出 他這裡又買一趟 各位 他今天光當衝就做了三趟 他說他老師好奇怪 這裡籌碼都不見了 你看這裡 打下來對不對 10張20張就拉到平盤以上了 老師打下來對不對 10張20張就拉到平盤 老師這裡打下來 10張20張就拉到平盤以上了 昨天我怎麼告訴你的 帶亮藏黑嘛 對不對 我說今天會收紅棒嘛 我有沒有這樣告訴你 我告訴我的會員 這根紅棒 下來他會收一根紅棒 因為通常 漲停板隔天是洗籌碼嘛 把這個想賣的賣掉嘛 換手進來嘛 你以為天 你以為玉創會再跌到245塊給你買 你想太多 你真的想太多 老師 你說會過33 我們來驗證好不好 好不好 不要慌嘛 用驗證的可以嗎 盡量酸嘛 沒有關係嘛 33會等很久 我看不會等很久 我告訴你他這個月的月線收紅K 上個月收黑K 這個月收紅K 我告訴你下個月的月線還是收紅K 老是什麼叫月線 今天是6月30號對不對 6月30號 意思是說 你去把月線打出來 他這個月月線一定收紅K的嘛 百分之百的 我也不要講太多了 對不對 你只要加入台灣我會告訴你 好 加入台灣各位在這裡看一下 我們買在這個同志 買在多少 200左右 198買 268 我們到 280把它賣掉 賣掉又是不是跌下來 老師跌下來可以買嗎 跌下來可以買嗎 可以啊 股票沒有一直跌的啦 但是跌下來是可以買的 各位 在這裡看一下 跌下來可以專門計算主力籌碼 我告訴你跌下來可以買 有一些投資朋友 各位你買在哪裡 這個 352的同志 他買在280 就是我們賣的地方他去買 然後不得已他來參加會 我叫他不要賣 老師為什麼不要賣 他會再一次280嗎 有機會 你看他今天都在均價線以上 收盤沒有啦 收盤沒有 但是各位看一下 他回到這個支撐了嘛對不對 這個支撐 這一根漲停板 咚咚 回到這個支撐 他今天亮縮 所以昨天的黑棒沒辦法過 好 各位 我再告訴你一支股票 鴻海集團的 6416的瑞奇店 老師今天沒有漲 你看 KD指標開始交叉往上 月線開始走平了 我告訴你 你今天看我的直播 明天的開盤價 有量 你就進去買 否則7月1號 很有可能 他會漲停板 我先講 很有可能會漲停板 你不要不相信 你不要等他漲停板的時候再來問 老師你沒有講在前面 對不對 好 各位 6月1號在哪裡 6月1號在這裡 他6月1號股價大概就在118 最低大概115 這裡有113 但是一瞬間而已 最低加115 最高加125 你認為他125永遠不會過 一輩子不會過就對了 那過了 過了就是漲停板 對不對 過了就是漲停板 整理一個月 這一個月 各位 來看一下台北股市 這一個月 來看一下 這一個月 6月1號在哪裡 在這裡 6月1號指數大概在16000多 現在創新高了 你看來這個 這一個月漲了多少點 對不對 漲了多少點 你自己看嘛 這一個月 這一個月 預算漲了多少錢 從25塊到30塊 兩支漲停板了啦 天玉 200塊叫你買你也不買 280叫你買你也不買 300塊叫你買你也不買 找到380你拼命去追 380我賣掉了 為什麼 要除全息嘛 投信在賣嘛 跌到210你不買 250你不買 對不對 280你不買 340賣掉嘛 為什麼要除全息嘛 跌下來 310你不買 290你不買 明天 漲停板你再來買好了啦 我講話很實在 我講話很實在 來各位 加入我的Taggram 我如果Taggram沒有這樣寫 你來看喔 各位 我寫都寫股價了 來 主力籌碼的重要性 不需要 我再這樣講就好了 因為你們都有參加 所以我不要跟你驗證 拿到戴前面看你也沒用 來看一下 大盤昨天只漲7點 天玉日KD已經黃金交叉 昨天最高公到307.5 昨天嘛 對不對 看一下昨天 昨天最高是不是307.5 昨天最高是不是307.5 那我告訴你什麼 我告訴你喔 各位喔 要講在前面才有用 然後明天的高點可以挑戰308到312 我問你 今天的高點有沒有到311.5 老師為什麼312過不去 因為他今天緊繃就在這裡 緊繃就在這裡 好不好 好 現在已經過了 對不對 收盤價已經 收盤價307.5 你看到沒有 是不是昨天賣掉人的後悔 昨天最高307.5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收盤就是昨天的高點 那明天開盤 這個點就過了 這個點過了 這裡有一個跳空缺口 這個跳空缺口 還有機會 在明天的時候 用跳空的方式過 那跳空的方式過就很厲害囉 就很厲害囉 因為這裡就是這裡嘛 你看到沒有 這裡就是這裡嘛 那這個跳空缺口不是要過 對不對 各位 他上漲的過程 這是左邊一個缺口 右邊一個缺口 這個叫倒撞反轉嘛 看懂了沒有 沒有老師在教你這個啦 哎唷各位 人家老師都不懂 真的老師都不懂 看一下這裡一個跳空缺口 這裡一個跳空缺口 對不對 跳空 跳空 跳空過去以後 因為要除全息先賣 賣掉又下來 他的最低點有沒有補這個缺口 最低點剛剛好 所以這個倒撞反轉存在吧 好 導撞反轉存在 意思是說 這裡是200 這裡是300 這裡叫100塊 這個倒撞反轉 所以在道理來講 這裡還有100塊 老師100塊從哪裡算 從300塊算 100塊就是400塊 你不相信你就慢慢看嘛 我們的會員賺錢就好嘛 你在旁邊匹匹就好了嘛 你在旁邊匹匹 聞一下聞一下聞一下 聞一下就好了嘛 你匹匹的 好嗎 匹匹匹匹匹匹 匹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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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 5351的預創 各位看到沒有 所有軍縣兜兜排練 今天亮縮小漲 籌碼非常安定 搞不好明天又漲停了 這裡有一個跳空缺口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跳空缺口是不是27到27塊8 我在這一天 我是不是告訴你這個跳空缺口 會封閉 一封閉就是拉漲停 他一定要把這個 哎 技術面我告訴你 我教你嘛 好 各位再來看到 好 那6416的瑞奇墊 這裡有沒有一個跳空缺口 這個跳空缺口全部都補掉了 對不對 那老師他會不會漲停 你放心 他很容易漲停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跳空缺口 這個跳空缺口 如果好一點的話是用跳空過 跳空缺口 要相對於一個跳空缺口 那如果跳空缺口對應跳空缺口 他就要跳空過 7月份你看著好 他會不會跳空過 開盤價 這裡是125 這裡還不到 這裡126 所以 7月1號還有可能明天的開盤價就 125 那125 你只要看到開盤價125你就買 因為這個如果跳空過了 這個缺口就補 這個缺口就補 他會補兩個缺口 這個道理跟什麼一樣 352的同質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跳空缺口 有沒有 所以我們買在這裡是不是 那買在這裡我告訴你 後來挑戰這個缺口 有沒有 老師 你真厲害 我告訴你 你買在這裡 你挑戰這個缺口 你知道你賺多少錢嗎 那個money 各位 三張 二十幾萬 30張 200多萬 80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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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一個跳空缺口 這裡一個跳空缺口 這個跳空缺口底部在這裡 這個缺口 這個大概是200 大概300塊 這個大概100塊 所以 這個導狀翻轉形成了 所以明天這個跳空缺口一定補 那明天這個跳空缺口一補 目標就在這裡 目標就在這裡 大量套牢區 KD指標交叉 對不對 KD指標交叉 準備 好 這裡一個跳空缺口 這裡一個跳空缺口 底部打了一個月 所以照理來說 7月1號正式開始發動攻擊 紅海集團的股票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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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七八糟的 有沒有跌 沒有跌 紅海集團的 不是亂七八糟的 不是那個什麼主力股 跳空 跳啦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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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看你解盤好興奮 我就興奮 我想到我就興奮 你知道嗎 我想到我就興奮 好不好 各位 我跟妳講的很詳細 我想到我就興奮 好 那大盤 大盤 你看是不是過信高了 今天一七 一七七九零 這個高點就過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大家還在那邊擔心害怕 老師股票不能買 老師這裡很高了 不能買了 老師這裡很高不能買了 好 很高不能買對不對 我帶你買 四九六億的天譽 很高嗎 不會啊 左邊一個缺口 右邊一個缺口 直接漲停 好 今天還有一個會員 清代的 葉先生他問我8016 細創 漲停板 各位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這裡是不是下來一個跳空 跳空是不是回補了 你看沿著吳日仙 漲停板 漲停板 老師明天再去追 不要 我還有下一支 我還有下一支 各位 還有下一支 那很多投資朋友在買 那個 這個航運股 那非 可是買到航空 航空都不太會動 對不對 很多投資朋友在這裡買到 2303的聯電 聯電今天也沒漲 那昨天參加的 我開盤以前 就跟他們講 開盤價就出了 你看不出他又跌下來 聯電不會動 你知道嗎 聯電不會動 各位聯電不會動 好我們看一下聯電會不會動 聯電會不會動 好 你看 所以我再跟你講 我告訴你 聯電如果拉半支停板 這個大盤 可能就漲300點 聯電佔全值 台積電如果漲10塊錢 台積電如果漲10塊錢 大盤 大概漲300點 那不是馬上就18000了嗎 所以台積電 聯電在這裡 它不跌 為的是 先讓小型股先上來 我講的意思你聽懂嗎 你聽懂嗎 聽懂了 所以為什麼你手上來參加我的 我叫你聯電一定要賣 我叫你友達一定要賣 我叫你群創一定要賣 因為這些全值股 它不太容易漲 這些全值股在這裡也漲不多 為什麼2344的華方店叫你還是要賣 衝上來要賣 為什麼2337的旺宏叫你衝上來還是要賣 因為你可以買更標的 我問你 這個有沒有更標 有 我問你 這個有沒有更標 有 對不對 各位給自己鼓鼓掌 好 好 注意看 W1788標股極先鋒 你想知道明天 率先會漲停板的 到底是天玉 還是 玉創 還是元夏 還是同志 還是瑞奇電通 各位 W1788加入你就知道了 祝各位投資票 明天賺 漲停板 謝謝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